對於主記處這邊要求 武都改之後各直轄市組織功能 業務調整相關的人事社福等各項支出的變動狀況 這個 今天主記總署提出這個報告跟這個內容根本無關嘛 這是怎麼樣現在訂了題目之後那報告隨便亂寫這樣我們就跟著他開會啊 我就是要了解 在武都升格之後 不同的直轄市 他使用的人士增加了多少人 值等增加了多少 機關撥幅之後他每一年的人士跟退休費用增加多少 我也是要來了解這個倉促的武都升格對我們國家造成什麼樣的財政災難 結果你這個報告完全沒有這個內容嘛 這樣怎麼審啊這個沒辦法審下去啊 那現在今天的報告的部會 兩個部會 那我說主記總署你要給這個基本資料啊 今天這個報告是什麼兩三頁作文啊 如果這樣寫那我來當就好啦 我 再一次跟你講 各職轄市的組織功能業務調整狀況 人事社福等各項支出的變動 你這個報告裡面有這個東西嗎 你五都有分開來看嗎 從台北線 變成準資家事變成現在升格變成五都之後 這些年來他的人事支出 人事的原額 人事支出增加多少 退休金增加多少 五都升格之後這些公務人員大家只等都增加了 公務人員人數也增加了 對於我們的財政支出造成什麼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才是要我們要的內容啊 結果你現在這個主記總署這個報告是在寫什麼 這樣不能審啊 叫他們提出 補充來之後才能開始審 好 那現在那個主記長跟部長你們兩個有沒有意見 因為那個委員有意見 吳委員有意見 就對於 今天的議程 都是答回所問 只有五張作業作文 那是不是等你們把資料送來我們再繼續開會 那現在是現在就 休息 謝謝 主席要休息多久啊 都不弄來呢 你們多久可以拿來 沒關係他多久拿來我們就多久 開始開會 那我們不是在這邊一直等 他如果弄到下午才來我們就 那沒辦法 那是不是那現在那個主記長你多久可以拿來 那個請主記總長 主記長啊看看他多久能夠補充這個資料來啊 這都是繼承的資料嘛 你們 打報告的時候都沒有在用心啊 主記長 多久可以拿來 要第一個時間來不然會怎麼開 不尊重嘛藐視國會嘛 太慌張啊太扯了啦 主記長你你報告 是不是回答下看你多久可以拿來 多久資料可以來 主席長請你報告多久可以拿來 跟主席還有吳委員報告齁就是我們各縣市的那個情況 各直轄市 各直轄市是有但是沒有像您講的包括原額幾個人 那如果要那麼細話那我們可能要匯整一下 那如果是各縣市的 那你這個題目是今天早上拿到的嗎 這題目是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上禮拜五就決定了吧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決定 那你報告這個是在寫什麼呢 怎麼 你看看你題目 注意看這個題目好不好 各職轄市 組織 功能 業務調整 相關之人事 社福等各項之出變動狀況 啊結果你今天寫的這個 你今天給我們這個報告有文有對提嗎 是 就不好意思我們是那個會總的 那個縣市的數字有但是 就剛才吳委員所關心的如果那麼細的話 那我們也儘快來 儘快來調查 你如果這樣講我不滿意啊 我是根據這個題目問你的 這題目這樣講五都第一個 目標就是五都 改制後 各直轄市所以你要分開啊 他又不是指全體直轄市 各直轄市的組織 各直轄市的 組織市變動的功能跟各直轄市業務調整的狀況 導致他的人事 社福等各項之出的變動狀況 怎麼 你你你怎麼會寫出一個這樣的報告來呢 一個禮拜前給你一個題目如果你不懂你要問啊 啊怎麼寫一個報告完全跟這個我們今天的題目內容無關 多久可以拿來 我了解一下好嗎 好趕快啊我們要等等你啊我們不然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開始今天巡打 那個財政部想要有 財政部因為他是 我今天問的主要是我今天想的這個報告 財政部他是指 對未來的啦 那現在問題是對過去的主計總處應該是清清楚楚才對 五都升格已經不只一年了嗎 多久可以來啊 多久 那個主計總 多久可以來啊 多久可以拿來 數據 你不是跟我報告 跟大家報告你多久可以來 沒有講細不細的問題嘛 那你多久可以送到 你多久可以送到 因為你這個是一個編的嘛齁 你們都有資料好不好 那多久可以送來 是多久可以來 多久 那我們會要等你到下午 因為你 都是主機 我沒有各縣 我們要的題目 是五都啊 五都啊 五都裡面台北市基本上沒什麼變動嘛 對 我們要的是你的人事變化 社會監慧的變化 只要是財源的一個貨幣情形的變化 我們要是三點而已啊 不但啊 那你有你就送來 多久可以送來 好不好 我不知道 看你多久嘛 兩個鐘頭是吧 那各位大家沒意見 你們休息兩個鐘頭 謝謝 要來才能問啦 不然你這個資料都沒有這樣子 我跟你講你們實在是太過分了 這樣應付我們嘛 我們要的這個題目 訂了這個題目 結果你們寫的報告根本文不對題 小時喔 那我們現在就休休息 等兩個鐘頭好不好 謝謝 我們有一件個會員 好 那請那個會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